眼前这台车可不一般 下一秒将颠覆你的想象 两旁精益缓缓展开 没错这正是一台飞天车 卸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这是美国一家新创公司开发的飞行汽车 从车辆变身成飞行车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起飞距离需要300米 时速可达每小时200公里 各大企业纷纷投入开发 日本新创公司近期也展示了电动飞行汽车 在两公尺的高度以时速4公里 飞行超过150公尺 虽然目前只能飞行5到10分钟 却是一大里程碑 业者目标在2023年度 将飞天车投入商业用途 这一年代人性的材料 现在人生的材料 出发的飞行车 发展成飞行车 向高度以时速增加 发展成飞行车 向高度以时速增加 另外荷兰制造的一款三轮飞天车 近日已经获得批准 能够在欧洲道路上行驶 不过目前当然不被允许在天上飞行 展望飞天车的市场 摩根士丹利研究指出 2040年全球电动飞天车的市场 规模将达到1.4兆至2.9兆美元 如今不少公司陆续展开测试 飞天车不再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新唐利亚太电视 赵亭日整理报道 赵亭日整理报道